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火神大世界骑摩托车 马拉尼变百号美爆 队长露脸超帅 元神5.1纳塔卡什曝光 第二期混池 倩特拉利技能曝光 脱衣挑战优化 首先是有关外服刚官宣的新联动 感觉韩服最近的联动活动变得好多 经典辣年糕加双萝卜块 桌上这菜画的真的非常斯密达 但一群到七人吃寒餐怎么看怎么喜感 话说这凌华是刚打完神院吗 有关马拉尼新增的小动画紧急救援 这个画风挺可爱的 看起来很精致 点进去之前没想到 做的确实还不错的样子 动作很流畅 画风和之前两个短片大致趋同 应该是稳定的制作班底 应该是元神自己的动画组画的 貌似以后德星线5 除了PV和演示 还会多个专属小动画 希望老角色也可以在复刻的时候拥有 白可遮白丑这句话 我以前不信 但是看到漂白鲨鱼妹 我信了 白了确实乖一些 还显成熟了 原来黑皮变白颜值真的能拔高这么多啊 我一个喜欢小麦皮的 为什么看了这个觉得白点好看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相信大部分人的审美 应该都是白色吧 虽然小麦色是健康的颜色 但是喜欢的人的比例 应该并不是很多 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火神骑摩托的二创视频 你还别说 火神这套机车服 搭配上摩托 还是蛮合适的 从5.03位角色的大世界能力来看 后续的内塔角色 也必然会有特殊的大世界能力 所以让火神骑摩托这种移动方式 想想还是蛮酷的 就看策划能不能满足大家了 有关大家比较关心的 内塔执行官入池 目前来看 要么是队长 要么就是少女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不少玩家觉得内塔是队长 毕竟少女一点消息没有 队长倒是有很多戏份 但也有玩家分析说 队长会流到自动版本 少女会在内塔 个人也感觉少女希望很大 内塔前半部分的重点 肯定是火神 后半部分的重点 会围绕队长少女和希巴拉克之间展开 对于纯强度党来说 一定要规划好戳卡计划 能过的 就尽量跳过 不过队长进持后 肯定是要摘下面具的 目前也有不少玩家 绘制了队长的真容 还是非常帅气的 5.1卡池 确定曝光 5.1的卡池 希莫宁加千枝加胡桃加纳希达 之前咱们提到草神复刻的时候 就说过 深渊buff会有一个重击角色出现 本来以为是凌华 甘雨 胡桃中的其中一个 因为之前有混池的消息 把胡桃甘雨排除了 没想到今天的爆料 就打脸了之前混池的预言 胡桃还真的被提前复刻了 第二期混池消息 但也侧面说明了一件事情 从深渊buff看复刻角色 是不会有问题的 除了卡池确定之外 混池这个方面的消息 也值得注意 毕竟混池之前的名单 可是有胡桃 甘雨 克勤 七七这些角色的 现在胡桃复刻了 也对应了之前的爆料 混池的名单除了七七 克勤之外 其他的还需要看情况才行了 一定有变动 千特拉利技能曝光 除了5.1卡池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惊爆的消息 那就是千特拉利的技能曝光了 根据外网的实际爆料来看 千特拉利的一些消息 定位是有护盾和后台挂兵能力 这和莱伊拉直接重复了一些定位 所以看到论坛上提到这一角色 可能是五星角色 反正在5.3版本后进时 但也不排除突然空叫的可能 也有不少玩家表示 五星角色难度较大 四星角色比较好 所有人都能抽到 另外火神新技能有点抽象 就是骑摩托车撞人 有点让人想不通 不过火神的剧情据说不错 值得期待 同时5.1版本游记解锁的 所需好感度下调 一集就可以解锁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各位大佬在评论区讨论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 比较关心的 5.1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新五星角色 只有暴女西诺宁一位 复克角色的话 卡池几经反转 不过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5.1上半卡池复克的角色 是千只 下半卡池复克的角色 分别是 小草神纳西达 胡桃 长期未复克的钟离 莱欧斯利 申赫一个都没有 当然啦 5.1复克角色虽然被爆了出来 但毕竟没有实锤 大家看看就好 随时有改动也是很正常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